前存了这样久 终于买下了我人生中 第一个的AirPods AirPods Pro 2 各位 Come to mom啊 我好像在念那些周语的 6年前AirPods发布 3年前AirPods Pro发布 3年后的今天 AirPods Pro 2 终于来了 声音话说 各位 这次的测评来想一点点 有点点好啊 我买不到 到处都关门 So let's 开始 AirPods Pro 2 开箱测评 外观 叮叮叮叮叮叮 Somisu 走走走 感觉跟地带是没有什么分别 你们有看出什么不同点吗 可以告诉我吗 因为我没有AirPods Pro 1 袋 这个 这个我配合借的 顺面一模一样 背面一模一样 侧面不一样 多了两个洞 这个是可以挂耳机绳的地方 苹果官方就出了他们自己家的绳子 叫做AirPods in case land yard Malaysia目前是没有卖 只有外国才有 美金要13刀 好 换上过来的马币大概就是 60块一条绳子 底部也不一样多了 几个洞 这个是喇叭来的 那KC应该喇叭来做么叻 Connect的时候会响 充电的时候会响 Low Battery的时候会响 还有就是你找不到耳机的时候 它会响 这个功能就好像你买AirPods送AirTag 打开你的Find My 给它响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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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残叫叫声这样子 它不是太大声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见了 你要靠这个残叫声 去找回你的AirPods 这个就很靠你的亲力了 不然你就可以开那个Find My 所以这个贩买它也增加了更精准的地图查找功能 反正一代的耳机壳跟二代都是长得一模一样 无论是尺寸还是大小 所以你买的那个KC应 两个是可以share share用的 但是有可能你会挡着那个喇叭跟挂声的位置 耳机本身的话通气孔从旁边移去上面了 所以一代是一条长长的黑条 二代就是两条短黑条 OK 带上去 OK 所以这次的新功能就是它在耳机并这边增加了Touch的操控 可以用手指在这个凹进去的位置上下来回 动去control音量的大小 提醒一下AirPods Pro一代是要按下去才可以操作的 老实讲这个功能早就应该有了啦 这个不就是一个无线耳机的starter pack吗 我自己实测了一下 每推一次只可以调节到一格的音量 所以如果你是要从很小声调到很大声 你是要推好几次的 我明白 Apple这样子的做法是为了怕你一下子太大声会聋掉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太没有效率啦 我还是比较prefer用手机去调音量 然后我也拿了AirPods Pro 2配对了Android手机 也是可以用到这个Touch的功能 只是会有点尺寸它不像iPhone这样smooth啦 耳动小的Flan 现在AirPods有送到最小SS size的耳塞了 一支牌可有L、M、S、还有SS 你们可以自己用AirTip Fit Test去查一下尺寸 音质对比 这次AirPods Pro有出了一个新的功能 叫做Personalized Spatial Audio 中文就叫做个性化空间音频调整 就说它会叫你拍下你耳朵的照片 去调整耳机的音质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开始示范 它就好像录Face ID这样子头 然后跟着转左右左右 给它看到你的耳朵 这个东西我感觉很神奇 因为它是一个硬件加软件的配合 就是透过拍你的耳朵 去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和计算 这个Apple会不会收集到 千万人的耳朵 对不起Apple每次头听我讲的 这个东西是属于你跟Apple之间而已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有点像是身份证的效果 说不定以后 我们可以用耳朵来解锁 下来了之后 现在我们就入正题 降噪耳机最大功能是什么 就降噪了 AirPods Pro的降噪能力 比起第一代是多了一倍 而且Transparency Mode 我觉得也进不了 我现在自己戴上去了之后 我还没有开Noise Canceling 我只是开Transparency Mode罢了 我都觉得我自己的声音 是比较清楚的 那降噪部分我们直接来上对比吧 朋友的AirPods Pro一代 所以我现在就来到一个很潮的马路旁边 所以我现在就来到一个很潮的马路旁边 我旁边就是Lori有Motor的 我现在就打开Noise Canceling Mode 哎 感受就是 马上世界变安静了 而且你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 你不懂后面会不会有Motor突然冲过来之类的 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 在马路上面一定要开Transparency Mode 这次的降噪效果 我实际戴上去之后感觉是很明显的 我也不懂怎样跟你们讲我耳朵里面的感受 反正出门大家一定一定要开Transparency Mode 不然真的太危险了 非常安静 我没有被吓到 没有 因为我真的是开了Noise Canceling 那我讲话你听得到的吗 听得到听得到 我还没有播歌 我一播歌了之后 听到的 听到了 那AirPods Pro 2还有一个新功能 叫做Adaptive Transparency 就是这个啦 看好这个之后就算你在Transparency Mode 它还是有一层小阻挡的 还有比方说这个是我家Asia嘛 Horn已经算是噪音了的 我现在就去按下Horn 然后我把这个Adaptive Transparency关掉 然后我们听 OK 现在我们把这个Adaptive Transparency开回去 然后我再听 有点区别 但是不大 就是好像它把喇叭里面最高音的部分 它磨掉了一块 它的声量还是一样大小 声音还是有在的 只是这一高音的地方 它没有那么刺耳了 就是说如果你看了这个Adaptive Transparency Mode 了之后 你走在Basser Malam 它还是一样很吵的 但是它就没有像之前 你没有带的时候 那么吵跟那么刺耳 你明白我讲话吗? 你明白我讲话吗? 具音质上面 这次AirPods Pro 2 就不支持大家很期待的五种音频 但是According to我 懂音乐的朋友 它是说这次中低频上面有不错的提升 尤其是低频部分 更加西米哦 这次是车子用它来打 就是测试用它来打 电话时候收音的表现 我想见很多人 meeting的时候 是很喜欢用耳机的 所以收音还是很重要的 我这边还是一代 加上二代 再加iPhone 14 Pro本身的收音效果 我来看看分别吧 我现在用这个是iPhone 14 Pro 这个是一个通话音质测试 我现在用这个是AirPods Pro第一代 这个是一个通话音质测试 我现在用这个是AirPods Pro第二代 这个是一个通话音质测试 对比结束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差距 是挺明显一下的 AirPods Pro 2 的确是比AirPods Pro的通话效果 会更好一点 当然你是不能跟直接 拿这件话讲来对比啦 但是一代跟二代的差距是有的 续航 AirPods Pro 2的续航 在卡降噪的情况下 是可以拿6个小时 但是加买这个Casing 是可以拿30个小时的 充电的部分 除了Cable充 现在也可以无线充了 就是如果你的无线充 是第三方的 它还是可以充电的 只要支持器的这个技术的充电 就可以了啦 而且它还是Met的 总结 作为阔别三年制作 AirPods Pro 2 真的太香了 它可以容得呢 我最推荐Apple用户入的一个 无线降噪耳机 虽然它的外形是没有什么大改变 但是它里面的的确确 是做了一些不同程度的改善 外形不是没有什么改变 完全没有改变 对这样都有要求的Apple用户 你们可以义无反顾的去嘛 但是如果你是Android用户的话 我就不太建议啦 因为虽然它是可以在Android手机上面用到 但是这次AirPods Pro 2的很多功能特性啊 AirPods 2芯片的优势啊 还有些交互体验 都是需要iPhone哦 才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 所以Android用户的话 我还是比较推荐你们入回 像是FreeBuds Pro 2啊 Sony以前SM4啊 或者是给FreeBuds这类型的耳机啦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